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我爸爸超厉害 作者是日本的宫西达野 翻译陈珊珊 这本书是由维京出版社出品 华宝来给你讲 我爸爸超厉害 小猪在草原上大哭 小猪 小猪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小猪小猪 你到底怎么了 大家都很着急 都想知道 小猪到底怎么了 你是不是哪里痛啊 小花豹赶紧看了看 小猪身上有没有受伤 小老鼠 小老鼠也问道 是跌倒了吗 我 我跟你们说 我被爸爸骂了啦 小企鹅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呢 小象也赶紧问 你做了什么坏事吗 为了抢一个机器人 我跟弟弟吵架 结果爸爸就生气 打我屁股 很过分吧 小猪一边哭 一边说 我不回家了啦 我最讨厌爸爸啦 接着 小花豹说 这样子啊 你被爸爸打了 我爸爸有时候也会生气 不过 我最喜欢我爸爸了 我爸爸呀 很强壮 他打吼的时候 超帅的 听完小花豹这么说 小企鹅也跟着说 我爸爸啊 有时候也会生气 不过 我也是超级喜欢我爸爸 他游泳的技术最棒 还会教我很多 水里面的事呢 小企鹅说完 小象也跟着说 我 我爸爸生气的时候啊 有点恐怖 可是 我很喜欢我爸爸 他很温柔 而且 还是个超级大力士呢 小象说完 小老鼠也接着说 我也是 我也是 我超级喜欢我爸爸 他非常幽默 不管多高的地方啊 他都不怕呢 听完小老鼠这么说 小猪说 小猪说 我 我 我要回家了 小猪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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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呀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爸爸 原来啊 小猪跑回家找爸爸了 猪爸爸紧紧地抱住小猪 你跑去哪里了 爸爸 爸爸呀 担心地到处在找你 爸爸 对 对 对不起 小猪也紧紧地抱住爸爸 我最 最 最喜欢爸爸了 这个时候啊 小猪 小猪爸爸 和小猪弟弟 都高兴地 紧紧抱在一起 好了 小耳朵 小猪的故事啊 华爸就给你讲完了 你一定也很喜欢你爸爸 对吗 你和爸爸之间 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赶快在底下留言 来告诉华爸 我们呢 留言里见 晚安